说到莫扎特,我们会想到什么呢? 神童,欢快,纯真,活泼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六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在大世界里面照哈哈镜,看动画片一修割, 还是为了一只草莓冰淇淋满地打滚呢? 当莫扎特在六岁的时候,已经开始旅欧巡演了。 那是在1762年,一个大雪天的凌晨, 莫扎特和他的姐姐裹在一条大羊毛毯子里,被抱上了马车, 开始了四处卖艺的辉煌的童年, 也开始了奔波劳碌的飘破的一生。 他们的巡演遍及欧洲,到过慕尼黑,林次,维也纳, 后来又经过波恩,科隆,布鲁塞尔, 最后到巴黎,英国和意大利。 他们的表演大多是在宫廷和贵族的家中, 有时候在宫廷里面举办长达三个小时的音乐会, 贵妇和绅士们都来了, 人们喜气洋洋地观看表演, 宫廷礼仪全都自动取消了, 幼年的王子公主们围上来, 惊讶地望着两个山里来的小孩子。 空气里满是鱼管渐情敲奏的童话音符和圣诞礼物的香味。 孩子们捧出新衣服,玩具,糖果,金币送给两姐弟, 让老莫扎特得瑟了好一阵子。 莫扎特这段最好的时光, 后来被大文豪·戈德记录了下来, 那时候戈德才14岁, 他坐在剧场里伸直了脖子, 他被这个孩子的天才给震住了。 穿大人礼服的莫扎特, 像一个戴假发穿长袜的精灵版的小男人, 坐在钢琴前神气十足地弹着协奏曲, 像个音乐盒中的小木偶一样, 非常熟练准确。 弹完钢琴曲, 大人把他抱起来站在琴凳上, 塞给他一把儿童小提琴, 他接着继续表演变奏曲, 台下掌声笑声欢乐不停。 戈德一直记得这个耍音乐把戏的可怜的小猴子, 但他认为这样轻松愉快的艺术手法是一切艺术之冠。 面对艺术这个深沉而缥缈的上帝, 能够轻松愉快面对的唯有天才。 如今音乐学,教育学,胎教,育儿,心理学, 成功学等等各个领域都在研究神童莫扎特现象。 他的智商,他有多少天才, 他的神童指数,他的训练方法等等。 四岁开始弹琴, 五岁作曲,八岁公开演奏, 十二岁能写歌剧,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在揭秘神童的过程中, 有人认为莫扎特是独一无二的, 是有史以来最天才的神童。 也有人认为莫扎特是音乐专业训练最成功的典范, 而他的神童指数与如今音乐学院富小的孩子没有什么差别。 但无论如何, 莫扎特的音乐天才是不可否认的。 当然这不在于他的童年有多么神, 而是他不仅是个神童, 后来他更成为大师。 但凡神童小时候太神, 长大之后就慌疏了, 所以会有各种各样伤重勇的感叹。 但莫扎特是不同的, 他在成年之后变成了大师。 我们如今是如何来听莫扎特的呢? 可能他更多被当作背景音乐, 台教音乐, 商场音乐, 在音乐喷泉里面, 在音乐盒里面。 莫扎特的音乐节奏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频率, 能让人快乐起来。 我记得有一次去参加一个 为三岁以下的儿童举办的音乐会。 一进剧场, 一片哭闹声, 可是音乐响起来的时候, 哭闹声居然慢慢停止了。 在音乐中, 孩子们变得心情愉快, 不停地从座位上爬下来, 一堆一堆地站起来跳舞。 而在其中, 我发现只有莫扎特的音乐 和小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 对孩子们是最有效的。 可能莫扎特的内在节奏 比较符合孩子们的生命律动。 有意思的是, 弹奏莫扎特的钢琴奏名曲 也是小朋友弹起来更灵活自在一些。 对于大部分训练有素的成人钢琴家, 弹奏莫扎特反而很难, 弹奏的音符和技巧 是不难把握的, 而音乐中的天真无邪是难以假装的。 所以, 其实莫扎特是很难弹的, 如今弹得好的, 有永远年轻的日本女钢琴家 内田光子。 像莫扎特那样童年得志的人, 其实没有真正的童年。 他从小就是被当作大人对待的, 但他又是一辈子都停留在童年。 如果认为莫扎特只适合儿童, 只有天真明快, 那就把他给简单化了。 莫扎特小时候是小精灵, 长大了是大天使, 非常友善, 与世无争, 对谁都亲热极了, 从不会盛气凌人, 恶言相向。 他一直都搞不懂人与人之间 为什么要你死我活的争夺。 所以他朋友特别多, 家里就像个音乐俱乐部, 他一旦有点钱, 就会请好多朋友来家里喝大酒, 讲黄段子, 给人的感觉好像莫扎特是一个特别贪玩的老男孩, 工作是拖到哪天算哪天, 就算写作业, 他也是一只手握着额毛笔, 另一只手还在玩桌球。 而我们听他的音乐作品, 阅读他的总谱, 发现他其实是一个超级勤奋的工作狂, 写了非常多的音乐作品, 写遍了各种音乐题材。 他的41首交响曲开拓了古典交响曲的格式, 做了不少创新和发展。 他的钢琴协奏曲, 如今也是上演率最高的钢琴协奏曲。 他更为单黄管, 长笛, 元浩等乐器都写了乐曲, 如今几乎都成了各种弃乐的代表作。 他在室内乐领域也是成就非凡, 他的弦乐四重奏有不少, 是献给海顿的, 但却比海顿这位弦乐四重奏之父 写得更复杂, 更前卫, 而且他还写了各种编制齐趣的室内乐, 为单黄管中提琴钢琴的三重奏, 还有长笛四重奏, 双黄管四重奏, 元浩五重奏等等等等等等。 在这些乐曲中, 我们发现, 莫扎特貌似天天在玩, 其实超级勤奋博学。 当然他不是臣服很神装天真, 因为音乐天才对各种有趣的美妙的音乐是异常敏锐的, 几乎发自本能地去学习, 去吸收。 莫扎特的歌剧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他, 在他的歌剧里面最聪明强大的都是老百姓, 都是有生活经验的普通人, 而莫扎特的鬼马精灵总是藏身在一些有趣的配角人物身上。 莫扎特的生活经历是令人心酸的, 据说他很直接天真, 不会做人, 评价起同行来直来直去的, 时间一长得罪了不少人, 连皇帝给他提一件他都敢去顶嘴。 约瑟夫皇帝说, 莫扎特, 你的音符太多了, 莫扎特赶紧说, 报告陛下, 不多也不少, 如此让他一直得不到宫廷的重用, 让人感觉他是一个不懂世俗的天才。 而莫扎特的歌剧让我们发现他其实是了解世俗的。 比如在歌剧《女人心》里面, 在剧情步步为营的进展中, 事件的变化和人们的情感变得复杂起来。 在这场人造喜剧中, 缺乏生活经验的贵族淑女们通过一堂恋爱课发现了自我的感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论是交响曲、钢琴曲、 室内乐或歌曲, 莫扎特都被低估了。 他是丰富的、深刻的、浩瀚的。 他是一位德国的大师, 而且他小时候是神童, 长大了之后还能成为大师。 我觉得这样的人称得上是伟人了。 在中国钢琴家里面, 傅聪大概是最喜欢莫扎特, 也最了解莫扎特的。 大家知道傅聪是肖邦国际钢琴大奖的获奖者, 其实他在波兰留学的时候学的却是莫扎特。 他曾说莫扎特就是贾宝玉加孙悟空, 为什么是孙悟空呢? 我们都能猜到, 因为他本领高超、鬼怪精灵的。 但为什么是贾宝玉呢? 傅聪老师解释说, 因为他有一颗赤子之心, 和贾宝玉一样, 他心里有大慈大悲, 有一种博爱。 在听莫扎特的音乐, 尤其是他的歌剧中, 我们最终听见的就是傅聪老师说的 他的大慈大悲和博爱。 他的宽容和他对世界的美好愿望。 莫扎特可以把游戏、调情、私通都写出艺术境界, 把堂皇这样作恶的花花公子的勇叹调都写得如此美妙, 不带任何道德审判。 他有一颗欢乐包容的心, 善待人间万象。 在费加罗的《婚礼》的最后一曲中, 相送一曲, 问题解决。 他相信音乐本身包含了一种和谐的力量, 他相信音乐与情感终将可以融化各种矛盾冲突, 可以超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争夺, 可以跨越不同阶层和等级。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面, 我们将带领大家一起来听莫扎特最富有创造性的交响曲, 最迷人的二重唱, 还有电影《走出非洲》中的一段莫扎特的单簧管协奏曲, 与大家一起领略这位天才被低估的深刻与浩瀚, 一起感受莫扎特音乐中的宽容与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